這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競爭來自於各方面的資訊 甚至於說競爭是來自於四面八方 所以任何一家企業甚至任何一個客人 你怎麼去訴說你的獨特性 變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每一個人的獨特性其實就是你的品牌 怎麼樣的把你的獨特性展現出來 怎麼樣的去訴說你的品牌 我想對企業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一個蠻嚴酷的挑戰 我們都知道品牌很重要 這個想法很簡單 可是你要怎麼樣把你所知道的能夠說到 能夠做到,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不要講做到,我們光講說到 就是你把你內心了解你自己的獨特性 怎麼講出來 透過文字,透過語言,透過圖形 要表達出來,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以順話來講 我們在過去我們一直很努力 怎麼樣的去跟我們消費者溝通 但是溝通成效還是一直很有限 我相信說這樣的問題也會 在其他的品牌也會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如何克服品牌的挑戰 我想恐怕不是你有心就能做到 或許要藉助一些專業的輔導 才有辦法讓我們在接受挑戰上面 能夠順利的往前走 所以既然品牌那麼重要 包含我們的國家 也對於如何去協助企業推動品牌 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規劃 讓我們政府已經推動了幾年的品牌台灣 希望藉由品牌台灣一方面協助企業 能夠把自己的獨特性表達出來 也能夠進一步的代表台灣 去對外發光發亮 把外界的訂單能夠爭取進來 在這個品牌台灣的輔導過程中 我們的獲得可以講說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提到說品牌是要你要有想法 你要有說法,你要有做法 但是那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怎麼呈現出來 讓社會大眾能夠看得懂、聽得懂 不要說看得懂、聽得懂 在前面說你要怎麼樣去吸引目光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經過這個輔導之後 我們有一系列的吸引目光的方式 跟溝通的方式 跟傳達的方式 所以對孫娃來講 我們收穫非常多 非常感謝品牌台灣的輔導 好,謝謝